台中北屯军工路上的一间烧烤店 10号凌晨2点多传出有顾客为了抢麦克风起口角 有一名50多岁的王姓男子竟然久后失控持空气枪 朝另外一名20多岁陈姓男子的脸部开枪 竟然远变成打裙架了 警方到场之后场面失控随即喷洒辣椒水来控制现场 并且将开枪的王姓男子借户送医 而被空气枪打伤的陈姓男子呢 还好没有大碍但是也送医院上 被吞这间烧烤店凌晨传出开枪 打裙架门口一片凌乱玻璃酒瓶碎了满地 警方货报出动快达部队到场 但十多人聚集场面一度混了火爆 警方立刻寄出辣椒水控制场面 警察一把我托我们辣椒粉辣椒水 喷到我的里面上 辣椒水一喷民众才稍微冷静下来 原来一名50多岁王姓男子涉嫌持空气枪 朝另一名20多岁陈姓男子的脸部开枪 他就拿枪开他的脸我们去抢 如果今天是真枪的话 我指的就被打死了 陈姓男子遭开枪袭击同伙家人 一度以为是真枪通通冲上前 要抢枪抓现行犯打成一团 优势警力到场控制场面 僵持空气枪被打到全身擦错伤的 王姓男子接乎送医 被打的陈姓男子事后也送医验伤 经过追查冲突导火线 竟是为了一支麦克风 轮流的会问说是谁的格价 可能还是在他们那桌 他就说什么人家藏麦 他就不高兴就要找人家麻烦 当场逮捕犯险并查扣涉案枪械 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以及伤害罪嫌 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王姓男子黄汤下渡 为了麦克风起口角进而持空气枪 开枪伤人 警方后续也把所有人通通带回警局 厘清案情就办 接着让路向三黄致摇台中 参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